我们知道现在贺锦丽对未来正刚的陈述都是空白 这也是为什么贺锦丽要把麦克风的静音全程打开 因为她希望川普憋不住 她希望川普打断她的话 这样两个人就吵架 一吵架的话就变成对对方的某一些缺点的指责 比如说你是罪犯啊 川普也认为贺锦丽是什么极左啊 两个人一吵架不用讲正刚 川普如果这样做的话 恰恰就是中了贺锦丽的圈套 天高海阔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经文 我们有关2024总统大选民调的表格提前出去之后 修杰也没想到本来我们是打算今天才出这个表格 提前了一天多的时间推出去之后 现在反响我也没想到这么热烈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已经上来投票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首先第一个令我比较惊讶的是100%支持川普 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那些支持贺锦丽的留言者 你们也应该上来表态一下 支持贺锦丽不要紧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支持贺锦丽 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情 我们大家不妨把大家的观点摆出来讨论一下 所以呼吁那些支持贺锦丽反对川普的人 也欢迎你们上来我们的民调上投票 现在投票的朋友呢有来来自美国三十个州 这个也令我非常惊讶 五十个州当中有一些州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华人的 比如说阿拉斯加这些地方 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三十个州的朋友 在我们的民调当中投票了 有一些呢是来自美国以外地区的朋友 我们也欢迎 虽然你不是美国的选民 但是也可以表达你的观点 那么在投票的朋友当中呢 这个数据我觉得很有意思有58.2%的人是支持共和党的 其实听秀节节目的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是我的同温层 这一点呢我一点都不意外 五党籍的呢有40.59% 这个我就有点惊讶了 因为五党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间选民参与这个投票 还有这么多人支持川普呢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民调可能比一些主流媒体的民调更加接近于现实呢 当然我们这个调查刚刚开始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投票 最重要通知你身边的人投票 不要一个人投几次票 这样这个数据就不真实了 居然还有民主党人上来投票 支持民主党的 这占总投票人数目前只有1.3% 我希望支持民主党朋友也上来表达你们的态度 投票还会继续下去 呼吁大家通知其他你们的亲友 也投入这个民调当中 让我们知道更真实的数据 还有呢另外有个手机尾号4566的观众朋友问 我们在节目当中留了那个留言电话 是不是留错了 其实那个电话并不是我的电话 是我们一个留言电话 而不是你希望在电话当中跟我们交流电话 我说了很多次 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太多了 如果每个人跟我讲一分钟电话呢 那恐怕我一天什么事情不用干了 所以关于我们的交流呢 我还是希望以后有这个见面会的时候 我们再交流 现在呢麻烦大家在留言平台上 无论是语音留言还是文字留言 我们都欢迎 那么有一些留言呢 休解我也会跟大家做及时的回应 好了我们把话题就回到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是什么呢 就是贺锦丽跟川普的总统大选辩论 第一场辩论有可能会流产 当然这是主流媒体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会流产呢 因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 对这个辩论的一些规则呢 要求改变 那么川普的团队表示反对 那么大家可能很关心 到底改变什么规则 川普的团队为什么反对 但是我认为大家更加要关注的是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要改变辩论的规则 其实是民主党试图战胜川普的其中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一个阴谋 那么为什么说是一个阴谋呢 我们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 其实这是把拜登那场算上 如果是川普跟贺锦丽是第一场辩论 9月10号举行由ABC主办 但是贺锦丽的团队突然提出更改辩论的规则 这个更改辩论的规则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全程开启麦克风 但是川普团队表明无意更改 所以这场辩论到底会不会如期举行 现在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说 这里面有个问号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前的争议点在于 候选人在对方及主持人说话的时候 麦克风是否静音 拜登和川普在6月份在CNN那场辩论比赛 麦克风是静音的 那么现在贺锦丽的团队说 这个规则不行要改 要知道拜登当时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贺锦丽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川普从原则上来说 辩论的对象没有改 那么而当时拜登团队 在答应和川普辩论的时候 是把这个麦克风静音 作为一个接受辩论的条件 那么所以当时川普同意了 但是现在按照路透社的报道 其实拜登的团队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拜登的部分幕僚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拜登为什么要在跟川普辩论当中 这个麦克风要禁音呢 我们知道拜登的认知能力 拜登的反应能力 拜登的口才跟川普相比 你说口才还可能各有各的长短 但是在认知能力和反应能力方面 拜登肯定不如川普的 所以当时拜登的团队很担心 如果拜登正在讲话 川普一刹话进去的话 一般认知能力弱的人就会出现一个 刚才我在讲什么 我在哪里 我要说什么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影响 拜登在辩论当中的表现 所以这是拜登当时竞选团队 为了避免拜登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对拜登太熟悉了 他们知道拜登如果被川普打岔的话 拜登一定忘记了自己刚才想讲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条件 但是有一些拜登的幕僚 对此为什么感到遗憾呢 他们认为这样一来 选民就没有办法在辩论期间 看见听见川普的情绪失控 和讲话当中一些失言的言论 这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2020年 川普和拜登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 包括2016年 川普在辩论的时候 川普确实是一个 比较喜欢打断别人讲话的人 对方讲的话 比如说是对川普的污蔑 对川普的抹黑 川普一定要跳出来 马上打断他 这就令到两个人在辩论当中 就变成了不是辩论 而是在吵架 而川普的对手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完整的去阐述 他的未来的政纲 所以说川普当时这种表现 确实在中间选民当中 产生了一种反感的印象 觉得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粗鲁 没礼貌打断别人讲话 所以拜登的一部分幕僚认为 就应该把麦克风全程打开 就让川普像2020年一样 不断打断对方的话 那么这样中间选民就延续 对川普的负面印象 所以说贺锦丽这次的团队 为什么要求要全程打开麦克风 贺锦丽的发言人 法轮通过声明说 贺锦丽的团队希望麦克风 是始终打开的 法轮表示说 川普的团队偏好静音麦克风 这个贺锦丽的发言人 明显在胡说八道 因为麦克风静音是拜登的团队所提出来 川普同意的 而不是川普偏好 他说因为他们认为 川普没有办法在90分钟内 自我约束 而贺锦丽已经准备好 即时应对川普 不断的谎言和干扰 他对川普阵营喊话说 川普必须停止躲在静音按钮的后方 首先法轮这个说法是胡说八道 川普从来没有想躲在这个静音按钮的后方 川普答应了拜登的要求 所以在辩论的时候 一方讲话的时候 另一方的麦克风是静音的 而现在贺锦丽要全程打开麦克风 其实无非就是给川普挖了个坑 射了个套 希望川普像20162020一样 不断打断对方的发言 而显示川普的粗鲁和无理 川普的发言米勒说什么 川普在跟CNN辩论相同的条件下 接受了ABC的辩论邀请 他们已经同意上次跟上次一样辩论的 相关条款及麦克风静音 现在川普的团队无意改动 川普说什么 川普说我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麦克风一直开着 他说上次是因为拜登不喜欢 所以我们才同意了这个静音 而现在我所知道的这个协议内容 跟上次是一样的 所以规则也跟上次应该是一样 但是川普也坦言说 他没有为新对手贺锦丽 做太多的准备 也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 因为在辩论过程当中 川普自认为他对未来政策 或者是一些政纲的陈述 一定要比贺锦丽要严谨得多 只是贺锦丽在辩论当中 会讲出什么样的政纲呢 我们知道现在贺锦丽 无论是在他的官方网页上 还是在接受媒体访问 这两个方面 对未来政纲的陈述都是空白 那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贺锦丽要把麦克风的静音 全程打开 因为他希望川普憋不住 他希望川普打断他的话 这样两个人就吵架 一吵架的话 就变成对对方的某一些缺点的指责 比如说你是罪犯 你有很多很多官司 那川普也认为贺锦丽是什么极左 两个人一吵架 不用讲政纲 川普如果这样做的话 恰恰就是中了贺锦丽的圈套 其实对这个ABC 川普这两天 在所谓的麦克风静音的争议出来之前 川普就已经批评ABC 于是左派媒体 包括民主党的一些幕僚 赶快对外界说你看川普很可能会 对这个在ABC这场辩论会爽约 会不出席 为什么呢 贺锦丽提出要全程开麦是在26号 川普是在25号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 批评美国广播公司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ABC 川普因为什么批评ABC呢 川普说 他早上看了ABC的节目 他说ABC充满了假经文 后来他又看到了ABC节目的主持人卡尔 对共和党的参议员柯顿进行荒谬且偏颇的采访 以及他们所谓的仇恨川普评论组的言论 川普更直言说 那我就要问 我为什么要接受ABC对我的邀请和贺锦丽在这里辩论呢 因为ABC已经不是一个有公平性的媒体平台了 我为什么还要在那里跟贺锦丽辩论呢 川普只是提出这个疑问 川普没有说他不参加这场辩论 那么川普到底最终会不会参加这场辩论呢 川普不参加这场辩论 那么川普到底最终会不会参加这场辩论呢 我个人认为川普一定会参加ABC这场辩论 为什么呢 因为是到目前为止 贺锦丽答应川普的辩论只有这么一场 所以如果这场不辩论的话 对谁有利呢 我个人认为对贺锦丽有利 因为贺锦丽不想讲正刚 不想讲她未来执政有什么想法 所以如果不辩论的话 恰恰就符合了贺锦丽的这个 目前她的能力没有办法完整的陈述正刚这个特点 而川普呢 就少了一个向公众 在公众面前 在贺锦丽跟她在政策辩论的时候 川普向她的选民展示出 她优胜于贺锦丽的一方面 川普同时也问 那除了这个ABC平台的公平性 川普质疑之外 她也问贺锦丽为什么拒绝 由霍斯电视台NBC还有CBS 甚至是CNN等其他媒体主办的辩论呢 川普我想她内心非常明白 因为贺锦丽不敢在公众面前讲正刚 所以好不容易答应了ABC 因为民主党觉得ABC这个电视台倾向民主党 这两个组织人呢 我相信他们也选了两个倾向于民主党 仇恨川普的组织人 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辩论之下 在主持人的配合之下 贺锦丽有可能能够在这场辩论当中混过去 而川普要求所有电视台 包括你们民主党最喜欢电视台 我都愿意在那里跟贺锦丽再变一场 贺锦丽到目前为止没有答应 那么贺锦丽既然不敢讲她的正刚 那我们还是回头来问那句话 为什么现在媒体还不断的说 贺锦丽的民调在继续上升啊 贺锦丽战胜川普的几率越来越大 其中现在证明贺锦丽能够赢川普的 很多人都说贺锦丽在成为民主党 推定总统候选人之后 她的募款达到了五点多亿 创了这个历史记录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募款 到了这个五亿六亿 甚至以后可能说十亿 这指的是在那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里面的捐款 这笔账物是没有公开的 也没有人看到谁把钱捐进了 这个委员会当中 委员会的账目当中 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钱 这是一个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数字 但是呢 另外一个数字呢 因为要公开 所以没有办法隐瞒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就是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筹款数字 到底是多少呢 不是很多人支持贺锦丽吗 不是说她创了这个募款的记录吗 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多少捐款呢 答案是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捐款数目 既不如拜登 也不如川普 我们来看贺锦丽的竞选总干事 迪伦说全代会期间 总共募得了8200万美元的捐款 但是媒体经过把通货膨胀的因素排除之后呢 贺锦丽所夺的这个募款呢 低于拜登四年前的7000万美元 7000万美元跟8200万美元 大概就差了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就是美国现在通货膨胀的这个比例 这个金额呢 也低于共和党7月份 就是差一个月的时间 全代会所募到的8500万美元 尽管如此 贺锦丽团队还是说 他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募得了5.4亿 刷新了这个选举的历史记录 并且他们特别说 这些捐款有三分之一是出自首次捐款者 显示什么呢 显示贺锦丽能够吸引拜登所无法触及的选民 拜登在美国政坛是个老政客了 从参议员做起到副总统 然后当总统 拜登所吸引的选民 居然有一部分没有办法 让拜登的政治魅力能打动他们 而贺锦丽一出来呢 这些人都跑出来捐款 你相信这个逻辑吗 从贺锦丽跟拜登两个人的政治经历 从他们在公开场合表述自己的政策 以及他们在演讲当中的表现 你有看到有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 原来不支持拜登的 现在跑出来支持贺锦丽吗 我想这个狄伦他想提示的是 民主党内的极左的这些支持者 不支持拜登 支持贺锦丽 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为什么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还有几万人出来示威抗议呢 他们抗议的对象 难道是拜登吗 拜登已经离开了民主党的这个选举阵营 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抗议的就是贺锦丽 那你觉得这个信息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给我的感觉是充满了矛盾 支持民主党的智库 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会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凡是看到什么进步啊 什么未来啊这些字眼 你就知道极左的机构 支持民主党的机构 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会的执行长 也是奥巴马任内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董事 这个人呢叫盖斯巴德 他说贺锦丽拥有我们在政治上 从来没见过的强大独特和有趣的优势 那我想问的是你这个强大独特有趣的优势是什么 盖斯巴德说他现在是副总统 但是呢他同时又能够从川普手上抢过变革的旗帜 他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现在是副总统 拜登执政任内的一些成绩 他可以沾光 而他又在选民面前表达出一个 他是可以变革未来的总统 那我想问贺锦丽的变革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贺锦丽的变革措施政策设想计划 无论是什么表述 你告诉我他的变革在哪里 贺锦丽现在在未来美国走向的愿景上 很大程度是依赖拜登的计划 这里边就包括了 我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看到 民主党的党纲当中 没有提到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党纲里面还写着拜登的第二个任期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民主党对于党纲当中贺锦丽的角色 根本就不在乎 贺锦丽只是作为民主党的一个招牌 他希望这个招牌能够取代拜登的认知能力 取代拜登的年迈 取代拜登的健康状况 然后贺锦丽拿着拜登的面具 代表拜登出来选 表现出他比拜登更加健康 更加年轻 这样就能打动选民吗 盖斯巴德认为是这样 他说贺锦丽展现出一个 作为能够提供新前进道路者的表现 很大程度上 这是依赖他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59岁的亚买加和印度移民 59岁比拜登年轻 亚买加和印度的移民呢 跟81岁的拜登有区别 他如果当选的话 会成为美国第一个非裔 和东南亚裔的女性总统 那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要打破玻璃天花板 是你们的政治纲领 是你们的政治目标 跟我这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跟我的生活品质有什么关系 跟我能够住什么房子 开什么车 吃什么样的食物 有什么关系 你愿意打破玻璃天花板 那是你的事情 而亲共和党的民调专家 爱尔斯他说什么 他贺锦丽体现的变革能力 在哪里呢 很多层面上 与他的年纪 种族性别有关 你看他跟这个盖斯巴德的 想法是一样的 贺锦丽打动选民靠什么 靠他的年纪 族意 还有他的性别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祖上三代查一查 有亚洲 有非洲 有美洲 有欧洲的血统 那是不是更加进步 更加先进 而非他所阐述的 任何呼吁变革的政治立场 他根本就没有呼吁变革的政治立场 所以贺锦丽现在 主流媒体都说他必胜 但是我还是问 他必胜的因素在哪里 打动美国选民的因素在哪里 你相信美国选民 为了选女性 为了选非洲裔 为了选东南亚裔 所以投票给贺锦丽吗 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活吗 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不是美国选民的理想 而拜登呢 拜登现在干什么呢 拜登现在有意思了 拜登在上个月宣布退选的时候 他信誓旦旦 要把剩余的六个月的任期 全部把他努力做完 全力履行总统的职务 这也是我很担心的 就是拜登如果在这个时候 说我身体不好了 把总统权力交给贺锦丽 我坚持认为 这对贺锦丽的选举 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因为美国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代理总统 而这个代理总统 在短短的不到 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只要把戏做足了 他是对中间选民 是具有欺骗性的 但是拜登现在 好像并不是这样 他承诺要履行 换总统的职务 但是他现在已经连续 两个礼拜在白宫消失了 他在干什么呢 在度假 所以美国各大媒体 驻白宫的记者 就开始对白宫的 新闻发言人提出疑问 但是记者受到了 严厉的训斥 拜登现在已经连续 两个礼拜度假了 所以在白宫的 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问 当时的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是谁呢 柯比 柯比其实是白宫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而白宫的正式的新闻秘书 叫尚皮爷 尚皮爷很少出现在记者面前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 能够回应记者的问题 尚皮爷的特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特点 第一非洲裔 第二多重性别认知 如此而已 所以拜登为什么 要把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呢 就是他有这个进步的优势 但是问题是 他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往往没有办法回答 除了发脾气骂记者之外 他说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柯比现在 变成了尚皮爷的代理者 现在连柯比都受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记者问 拜登度假期间 有谁掌握国家大势 柯比马上就发货了 柯比为什么发货呢 我觉得第一是记者问到了 现在民主党政府的痛点 拜登在干什么 第二呢 柯比可能跟我一样 很担心贺锦丽变成代理总统 如果贺锦丽变代理总统 像柯比这样的 华盛顿职业的官僚 我相信他很难跟贺锦丽相处 所以他训斥记者说 你比谁都更清楚 拜登总统正在度假 但是他永远不会散离职守 正在度假不就是散离职守吗 正在度假不就是要给工作脱开吗 但是柯比说不对 他说拜登大权在握 并且他举两个例子 19号拜登跟莫迪交谈 23号呢 跟泽林斯基交谈 说明拜登在履行职务 你这么长时间 两天跟两个外国总统通过电话 就算是理性总统职务啊 总统职务如果这么好做的话 拜登就不用退选了 贺锦丽在干什么呢 贺锦丽目前确实在华盛顿DC 但是呢在28号之前 他没有任何公开的行程 长期贴身采访拜登的记者 这个人叫诺勒 他在他的报道当中就指出 拜登上任以来 前往德拉瓦州度假的时间 328天 明显高于前总统川普 所以那些说川普不务正业的人 看看拜登休假时间 看看川普的休假时间 川普任内四年 在海湖庄园 还有这个贝明斯特的私人俱乐部 总共停留时间是240天 拜登比他多了88天 不要忘记了 那是川普四年的停留时间 拜登现在还有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 还要当总统 他还要休假多少 如果再休几十天的话 一年365天 换句话来说 我们这位总统当了四年总统 其中有一年时间 他在休假 不要忘记 还没有算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所谓的立休 所以说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进展到这一步 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9月10号 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 我认为这场辩论 川普最终会咬着牙 会答应下来 但是接下来还有没有辩论呢 我认为贺锦丽如果不接受第二场辩论的话 中间选民如何看待贺锦丽 恐怕这个影响要比那场辩论来得更加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贺锦丽确实没有政策 对于一个没有政策的贺锦丽 你相信70%以上的美国选民会把票投给他吗 就是按如果现在民意调查的结果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我不相信 所以我还是有信心 今年川普是很有机会在大选当中获胜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动你身边的朋友 到我们的网上去进行投票 来表达一下今年大选当中你的态度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